辯論的時候 其實我要是賴清德的話 我只有一句話 因為我會選得比你好 你會贏嗎 不 大概也不見 選得比你好 對 如果說我比較會贏 那就不夠謙虛 不夠誠實 但是 但是我會選得比你好 蔡英文如果說你何以見得 我說你不覺得各種跡象顯示 如果是我的話 國民黨比較緊張 柯文哲也比較 說他會被邊緣化 如果這兩個主要對手 都緊張的話 那不是我比較強嗎 就這樣好了 下面有什麼好討論的 根本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所以他們的辯論主題 只有一個 你比較多 還是我贏比較多 所以你看那個媒體 今天頭版頭條 說兩個人開打 開什麼打 根本沒有開打 還沒有打 就已經大肆底定 而且賴清德會勝出 而且勝出以後 現在很多人媒體的要腳 包括我常去的那一台的主持人 也就說拿你想像 蔡英文輸了以後 臺灣的政局會怎麼樣 有什麼好 都沒什麼樣 我也會有什麼變化 大家不都是說雙手掌制不好嗎 現在幫你處理掉一個手掌 對不對 他提早剖腳 內閣比較好 你說都交給蘇貞昌 那會不會更可怕 我覺得蔡英文會稍微收斂一點 因為他如果還是不收斂的話 他自己人都會罵他 所以蘇貞昌會相對好做事 你說賴清德的選戰資源 我覺得內閣就可以給了 也不一定要小英給 我覺得唯一的就是說 如果結果是這樣的話 我真的是奉勸北京 要稍微聰明一點 稍微收斂一點 不要惹事到 讓蔡英文有出手的機會 因為這個時候 蔡英文是最好不要出手 但是因為北京如果 又挑東挑西的話 蔡英文會藉口就忍不住 他講這個就對民進黨不好 對台灣也不好 我覺得民進黨蔡英文輸了以後 就沒有搞頭了 講白了就沒有搞頭了 而且會漸漸由雙首長制 移向內閣制的操作 非常好 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可笑 因為撫院黨的資源 現在都還在蔡英文的手中 如果他不願意 認真地幫賴清德服選 不是 蔡英文內閣就夠了 院長就夠了 還院長跟旗下的各部會就夠了 你覺得內閣 你覺得院長跟各部會首長 手上所沒有 而蔡英文獨有的資源是什麼 我想不起來 我真的想不起來 國防外交 不過國防外交幫 他大概就只能問他說 你的國防外交國際常識比我不好 他已經嗆了 他一開始在臉上就已經直指 他沒有 這一點我倒是勸你剩下幾天 我覺得戴清德要稍微補習一下 要加強一下 他並不是說不好 他有些話是不宜這麼講 講這樣不妥 我覺得你真的很挺賴清德 不是 我哪有 我這被人家罵死了 我是憑良心 我是憑良心笑 講實話 我跟你講我的臉書 藍的都說 我真的是太挺賴清德 真的是這樣 我跟你講 最近剛出來的 民進黨應該也是覺得 你太挺賴清德 不是這樣 我跟你講 本節目就是有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跟您酒水太好了 我跟你講 今天 昨天晚上剛上架的新新聞 做了一個民調 他不是問現在的支持度 支持度跟大家想的一樣 他問了另外一個問題 你覺得誰最適任 賴清德 賴清德贏過韓國瑜 而且是第一名 所以我講的就是反映大家的看法 怎麼說我有挺不挺 賴清德這太奇怪了 對不對 賴清德的人 本來就是這樣 但是他可能賣到 所以價格這也沒路由 回到韓國瑜 我覺得韓國瑜的 但是小港機場的場面2000個人 跟我想像差不多 我覺得沒有說大到哪裡管控 或者是說真的是那種場面 我覺得沒有 韓國瑜不回應 因為他們都要我選總統 我認為我跟主席見面之前 不宜趁勢去造勢 我覺得造勢的話 主席就不用來了 主席還來幹嘛 我就是已經等於已經答應了 我覺得我要替主席講幾句話 我覺得這幾個月來 主席真的是我們罵過頭了 甚至我好像 我有一度好像也輕輕的指責他 輕輕的 慢輕的指責 都沒有輕輕的 可是我覺得你後面 對於他的肯定比較多 你說什麼 就是他不選以後 你對吳敦毅的肯定很多 你已經江東折罪了 我是第一次看出來他不選 大概是全國 我第一個看出來他不選 但是就算他以前 我總體來講 我對他的批判其實不多 但是我只是說 王院長說他不忍 這跟不忍沒有關係 我這個他頂多說他大致若語 現在他 這個整個過程有點太慢了一點 但是我覺得他因為他慢 所以成熟雲融 你看他已經從政召 改為特邀你知道嗎 已經由特邀要改為命令 為什麼要命令 命令聽起來實在不太好 但是命令是什麼 他怕韓國瑜溜掉 我主席可以命令你 所以我覺得已經 柔性政黨 我覺得已經在收尾了 已經在收尾了 韓國瑜我不排除他 他如果宣布說可以答應的話 這個可能性 出國之前這個可能性很大 因為這樣的話 你說出訪美國之前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大 我覺得昨天最大的 這個戲劇性的突變 就好像輝文說 有些人很好 這個部長級的社會委員 好人 怎麼說到要修理什麼人 就變性 我覺得昨天也有一對 父子變性最厲害 阿平跟他兒子變性很厲害 因為大家不要忘掉 有一度 韓國瑜在議會裡頭的時候 那個陳志忠 跟他非常好 愛與包容 非常好 這兩個人為什麼變性 我認為他們看出來 明年5月以後 這個韓總統 特色他們的 可是他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他現在盡量 把他修理 蔡英文說你現在要籌算 籌算關鍵 也許我現在幫你補 修理那個 幫你補 你可能感動自己 說不定你現在就特色我 但是我覺得 可是他們選擇 站在賴清閣那邊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略招 這是略招 我跟你講 這個要不要在幾十個位裡面 我覺得這兩個人 賴清德跟蔡英文 進入初選的過程中 會就阿平該不該特色 我認為他們會選擇輕描淡寫 因為這個討論這個 對民進黨 對哪一個候選人都是不利的 可是賴清德主要的主張 怎麼會是這樣 對 他會淡化 主持人 因為蔡總統還沒回國 今天晚上 這樣回國對蔡總統會不會太殘忍 一比較之下街機的畫面 柯市長是不是要想說 黨政人士要加油 對 柯市長要不要想說 雙城論壇要不要去 如果回來小貓兩三隻會很難看 我給大家看一個自由時報的專欄 自由時報的專欄是說 這個標題 北京載制國民黨的總統提名 這個寫得很兇 然後他寫說 特定電視台吹捧出來的民調 是真的民意 特定電視台 你就直接講 我相信中天也有這個啞亮 我給大家看一下 有很多台的民調 不是指中天 這是二月的 沒有 這是二月的民調 這是五個民調 然後這是三月的 三月的 其實主持人 因為最近這兩個民調比較那個 你看有些大爆 他連提都不提 可見有多那個 我也無所謂 因為這兩個都說賴清德比較 全勝 對 賴清德贏 沒關係 我就算賴清德贏 目前14個民調韓國瑜是10勝 賴清德4勝 朱立文就點點點 這個趨勢就這樣 所以我要請問大家 這個是吹捧出來的嗎 你14個民調 有10個民調是韓國瑜贏 這要怎麼吹捧 而且同一個專欄 同一個我的前輩他寫 他三月14號寫說 不管務實或務虛 請問民進黨的韓國瑜在哪裡 你們在找民進黨的韓國瑜嗎 你們就轉過頭來罵他 他說北京去載制國民黨的 總統提名 我不這麼看 但是大陸的因素有沒有影響 有 美國的因素也有影響 有 他們這個因素都很重要 我覺得現在牽動其實是土包子 土包子牽動國民黨總統的提名 土包子才是關鍵 北京 美國都不是關鍵 土包子才關鍵 無色覺醒 賴教授講 那個才是關鍵 主持人 我來講一下 你怎麼想土包子是無色 我希望土包子是無色 主持人 我今天最想講的新聞是這個 這個是韓市長他在廈門的一個 一個寺廟園他說 那裡面有一句話是 勿忘世上苦人多 那我覺得很諷刺是 大家如果注意看 包括韓市長去新馬 或者是去大陸港澳 你注意看韓市長的畫面 都有很多高雄市議員 金井哥在旁邊蹭幾個畫面什麼的 我看得很難過 其中有一個特別 我解釋給他 這個苦人多 我相信韓市長一定很有感觸 我給大家看一個苦人 來 苦不苦 這是去年六月北檢要開庭 辦他貪污案的前一天 他開記者會 他就是這麼苦 那陪他開記者會是誰 只有兩個人 只有這個是台北市議員 這個當時還沒選上 這個是李明顯 是國民黨當時的發言人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苦人 苦不苦 很苦啊 才去年六月 現在是三月底 還不到一年